今天來到屏東出外景拍東西 然後才發現說 哇 這邊有那個超級懶的展覽 超酷的 而且那邊有個大舞台 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那我想說要進去就是設計展裡面 看看有什麼厲害的 在還沒進去之前 就是會經過一區是文新藍區 超級美的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來的話 一定要來看一下 因為真的超級美的 設計展場 很大耶 而且還有分區 哇 超酷的 這上面是什麼 好 這上面 喔 它是用那個規車 然後做成果車的概念嗎 好酷喔 然後進來當然像是每一區都有 不一樣的展示 然後這個又是什麼 可以選 可以公選 是一些 農產品 喔 這裡還有一個小獎座 哇 它真的蠻大的耶 而且它每個展區都非常有特色 平凍能 也太酷了吧 這邊大家一定要來看一下 而且重點是什麼 裡面冷氣非常的強 最怕熱的人比較乾燥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 就是應該都是 比較見很多的那種農產品的小單位 感覺等一下可以來買個新東西 哇 是不是太精彩了 為什麼前面那個攤位這麼多人 等一下是吃的 我覺得這一區也蠻有特色的 你看 它就把它設計成這種 有點像是紅磚店主 然後每一區每一區就有這種商家的感覺 那種復古的感覺 好 來不來 哇 這邊好貼心喔 還有給小朋友在玩 這區又是什麼 喔 超有感覺的 說真的喔 如果沒事做 我一定會來這邊 好好的 享受一下 哇 這邊真的太多了 哇 這邊真的太多了 隨便逛都是那種 絕佳拍攝的好地方欸 你看 就有人怎樣 滑舞 這感覺歷史非常的悠久 這些我都還蠻愛的 哇 這個還蠻有感覺的 請大家來一趟集合 這剛好幫我做Ending欸 好啦 要不是要趕車 我跟你講 這邊真的可以逛整天 這邊真的太棒了 如果大家覺得設計展看完之後啊 想要去外面就是休息 然後玩一些遊樂的設施啊 我覺得也是非常棒 屏東算來有點遠啊 不過有空啊 真的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現場看你們真的會嚇一跳 所以持續的訂閱 跟追蹤阿斌的頻道好嗎 那我們下次見 掰 看完 還在這堂 你意思是嗎 借哥 你讓我相信